我們現在要在沖省的納霸機場 準備要出海關囉 那出來後你就右轉後 會先看到Wi-Fi網卡販售的地方 然後你就直直走上方都會有指示牌 那我們就是要去搭單軌列車 那就照著這個指示牌走 那路途也會經過一間Lawson 即旅客服務中心 現在所在的樓層是一樓 那單軌電車是在二樓 那我們就繼續走 那指示牌其實會引導你走向手扶梯 那其實旁邊有電梯就可以直接達到二樓 那你電梯出來之後呢 你往左手邊的手扶梯方向走 上方一樣有指示牌跟著走 就是單軌電車的指示牌 那指示牌都非常的明顯好認 那沿路走著也有很多伴手禮商店 那現在沖省的國際線跟國內線是共通的 那單軌電車是在國內線 從國際線步行過去大概十分鐘 那一路上都有非常明顯的指示牌 然後非常的完整 那只要跟著指示牌走 就完全就是不用擔心了 那我們看到指示牌往左邊的方向就過去 然後都有標示 那沿著這個橋樑走 順著路走 順著指示的路走 走到底就是單軌電車的那霸空港站了 那那霸空港站到市區呢 搭乘單軌一共有四種方式 那我比較推薦大家使用的有兩種方式 那價錢很划算也很方便 那站的最左邊是自動售票機 然後進出閘口 然後閘口旁邊裡面有人供服務櫃台 那第一種呢 我們分享就是使用日本地區 最常在使用的IC卡搭乘 像東京的西瓜卡 大阪的Eco Car 福岡民古屋北海道的IC卡 這些都可以在沖繩的 那霸單軌電車使用 非常的方便 那IC卡呢 目前都有附設自動儲值機器 的單軌站一共有五個站 那五個站分別是 納巴工港站 蓄橋站 現金錢站 美容橋站 跟新都新站 那這五個站之外 其他站是沒有自動儲值機的 但是可以請人工櫃台儲值 那每一站呢 都有人工櫃台 那這邊提醒一下齁 沖繩當軌捷運的 這種普通的一般自動售票機 是不能儲值這些IC卡的 只能儲值沖繩當地的IC卡 那奧繩卡只能在沖繩使用 那日本其他的地區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我不推薦用奧繩卡 那如果在這個納巴空港站 儲值這個IC卡 就可以先找這一支 汽額氣球 那儲值機器就在這個 汽額氣球的旁邊 那也是在閘口旁邊 就是小小的這一台 那你就先放IC卡在上面 然後就會顯示卡片魚耳 那它可以放入儲值的金耳 是一千、兩千、五千、一萬日幣 那你放完之後 放完你奧繩金耳之後 右上角會有紅點 就往紅點按下去儲值 好了之後呢 再按最下面的顯示紅點 列印收據 就完成儲值了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第二種方式 那我們來到沖繩當軌戰都有的自動售票機 那你可以買一日券或是兩日券 單程票 可以買OK卡或是儲值OK卡 那機器也會提示你 這裡是不能儲值西瓜卡類等的IC卡 大家要記得 那單軌電車一日券是24小時制的 假設今天晚上7點買 那就可以用到明天晚上的7點 那兩日券呢就是48小時 那機器呢你就先點紫色框框 這紫色框框裡面有顯示是一日券兩日券 那進來後有一日兩日可以選 那我們這次是選一日券 那一日券是800日幣 兩日券是1400日幣 然後我們選一日券 那左邊可以按人數 然後付款 退超早鈴 拿一日券 那我們是三個人嘛 所以它三張會疊在一起 那一日券呢這上面都有QR Code 然後你就又是用那個QR Code 對準閘口的掃碼處 然後進去一日券就對準掃碼處 那如果你是使用IC卡的話 就直接往掃碼處那邊逼一下就好了 那搭車的位置是在三樓 進閘口上去後有電子告示牌 幾點幾分發車 那納霸公坎是單軌電車最後一站 所以不會搭錯 那因為我們這次住宿是在安理站附近的 所以我們就坐到安理站了 那這樣就完成我們從納霸通港至市區 即儲值西瓜卡IC卡的完整手把手教學了